最光 3000 流明 打了上去整個艇都光亮了 你可以設置一枝腳架 射回來你去 BBQ 打火鍋 絕對是可以照亮別人的燈 3000 流明可以開到十個小時 真是聞所未聞 Hello 大家好 我是 Outer Living 和 Wild Living 的店長 我叫飛機 大家幫我比較一下 我的頭比較光 還是這盞燈比較光 當然是這盞燈比較光 最大的輸出是 3000 流明 很多燈都可以去到 3000 流明 大約 3000 流明開到十個小時 夠膽說一句 是一個很驚人的數字 來自韓國品牌 Lumena 幫我改了名字 叫做一個流動的電燈膽 我也查過一下 20伙的燈膽 都只不過是 1100 流明 左近 這個是差不多有三個燈膽 所以我就叫它流動電燈膽 以前去露營 戴著眼頭燈經常被人說自私 如果有一眼可以照亮別人的燈 非常好 擺高了 就沒那麼差眼 在燒夜石打火鍋 幫大家找到幾支腳架 最右手邊這支是碳纤 中間這支是輕便型 這支是正常的鋁金屬腳 這支貴、輕、穩固 這支便宜、沒有那麼穩固 但是非常輕便 這支是長、重、穩固 也是很便宜的 580多g 這支是600多g 但這支是超過1kg 開了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普通腳架 一擀開 就全部解鎖 全都解鎖 另外這個 這個 是會放在這支可以伸縮的腳架 擀開它出來 安在另外這支自拍棍上面 大個粒位向著 腳就會抹得很闊 這個位不想那麼大 轉來這裡 它就限制了腳 最大只可以去到這麼大 扭起這支自拍棍上去 高度開出來差不多 最後這支是反摺燈腳 其實三支開出來的高度是很接近的 穩固的 都很穩固的 差一點 你看到它的腳都會搖一下 要留意這支燈 都有一些重量 它敘在頭上 融起來的時候 都要小心一點 在這個地方吃東西 會看到燈 不會殘眼 就可以完美解決整個問題 實測完了 大家都看到 這支三千流明 光度的威力 是去到哪裡 它裡面全部都用了 Krid的LED 大廠的LED 都有IP67的防水 浸水也可以 下大雨也沒問題 來自了一個20,000mAh的電池 有一個Type-A和Type-C USB Port 你也可以當它一個料袋用 反過來 然後充電 給它一邊充電 到達充電 是用USB Type-C 有另一個料袋 就是Type-C出電 In or out 那些 兩個站著你做 大家就不做了 要找一個有Type-A大的USB 的料袋 就刺進Type-C 其實就可以一邊燈 一邊備充電 10小時都很夠 天黑才開燈 我當你6點鐘天黑 開到第二天凌晨4點 你什麼都玩夠了 10小時開足3000流明 它有4個光度 它最弱的那一格 100流明 是可以開到120小時 你找什麼都夠了 它還會跟這個收納盒 裡面會有一條C去C的USB cable 還有一個勾 就可以箱下去勾住 非常之充電的照亮便人的燈 除了去戶外 露營 有什麼適合 其實做工程 都非常適合 去到地盤的時候 未必有電 它開了10小時 其實都很足夠 再不然 帶到一個料袋去 絕對足夠你一天 在市面上 這樣的尺寸 3000流明 開到10小時的照亮便人的燈 都不是太容易找得到 希望大家喜歡飛機店 都推介 解決大家戶外 開工 一個照明的問題 先謝謝大家 下載我們Outdoorliving和Wowliving的apps 變成我們最新的優惠和最新的推介 多謝大家 拜拜